再來我們看一下第四小題 他說呢 A跟B都是正數 則呢 LogA減掉LogB 會等於呢 什麼 LogA除以LogB 欸 沒錯啊 我們記得沒有錯的話 這個 加減呢 可以變成乘除 所以呢 什麼 兩個這個對數相減呢 可以變成真數相除 欸 等一下 真數相除 我們原本的式子應該是 LogA減掉LogB呢 是等於什麼 是Log的 A除以B才對啊 應該是這樣子 而不是LogA除以LogB 因為這個東西就變成什麼了 這個東西就變成是 以B為底 A的對數是多少 OK 這兩個東西啊 怎麼樣 是完完全全部一樣的東西 OK 這兩個東西呢 是完完全全部一樣的東西 舉個例子來說 我們只要舉一個反例 就可以 呃 說它是錯的 譬如說如果我們讓B是2 然後A是4 那麼呢 欸 Log 這個 2分之4就是什麼 就是Log2嘛 沒有問題吧 那另外一個呢 Log2的4 我們換個顏色 我們用 呃 藍色好了 Log 以2為底4的對數是多少 不是就是2嗎 2跟Log2一樣嗎 這兩個東西顯然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呢 我們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齁 這個 加減的部分 帧數 呃 應該說 對數加減的時候 是化成 帧數 直接 相除 而不是兩個 對數 在相除哦 好 第四題呢 也是錯的 最後我們看一下 第五小題 如果A為任意的時數 那麼則呢 LogA的四次方 會等於四倍的LogA A也應該沒有問題嘛 四方可以提出 所以呢 是4LogA 如果這題呢 你給它畫個圈圈的話 你又錯了 為什麼呢 記得一件事情 當我們在做所有指數率的運算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一個重要的前提 就是什麼呢 你永遠要滿足一個規則 就是底數大於0 而且底數不等於1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的條件限制也很重要 就是帧數呢 也要大於0 可是在這個式子當中 帧數有A的四次方 也有A A你有沒有給它限制 沒有啊 你A沒有給它限制的時候 大家想想看 Log如果是呢 負2的四次方 那請問是等於四倍的Log負2嗎 顯然不對嘛 因為我們沒有Log負2這個東西 帧數不可以是負的啊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知道一件事情 因為負的東西的偶數四方 整個會變成正的 所以這個東西是存在的 因為這個是Log16 那應該要把這個4提出來的時候 要怎麼樣 要加上絕對值才可以 也就是呢 Log負2的四次方 其實是等於四倍的Log2 OK 而不是Log負2 所以這個地方要很小心 它原本應該要怎麼樣 這個東西應該要加上絕對值 就變成四倍的Log的絕對值A 好 所以這一題呢 直接馬四提出來是有問題的 它是錯的 所以大家看看 每一題看起來都有機會 對 可是事實上呢 都是錯的 你的觀念需要非常非常的清楚喔 好